你好 我是陈凤馨 很高兴在中午的时候 跟大家聊聊天 谈一谈在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的一些想法跟一些看法 那么今天我其实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很多人就问我说 日元这么疲弱 到底要弱到什么情况呢 我就想起了在前一阵子 其实就是日本央行 它最新的利率决策会议那一天 那么我跟一位日本的朋友 就在line里头讨论 因为他其实已经问了我很多次 就是说日元到底要疲弱多久 我就跟他讲说 我认为日本央行 不会有大规模的货币政策调整 所以你不能期待 它大规模的货币调整 来捍卫日元的汇率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建议他 因为他常常必须要往来美国跟日本 他是一位教授 所以如果你真的常常往来美国跟日本 我就建议他说 你可以去买一些 就是美国的货币基金 那这里面其实标的很多 用这样的方式 来避免日元不断的贬值 所造成的损失 我后来就发现说 很多人其实对这件事情 其实为什么日元这么弱 就是充满了问号 因为你看到日本的股市很好 虽然最近有一些拉回整理 但是日本股市今年好得不得了 为什么日元这么的弱 或者我们应该倒过来说 是不是就是因为日元这么的弱 所以日本的股市好得不得了 那日本的股市这么好 是不是代表着日本民众生活也很好 最后一个问题当然就是 那日本央行到底会不会 大幅度的修改它的货币政策 而日元还会不会继续的贬下去 我先从后面的结论开始说起 就是说我认为日本央行 不会大规模的调整它的货币政策 因为日本终究实施它的量化宽松 还有殖利曲线控制 以及它的负利政策 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从2016年开始进入负利率 一直到现在 那么它累积了大量的低利率的 在内部的一些贷款 它如果调整的幅度太快了 那么所有的这一些贷款的 不管是家庭也好 企业也好会受不了 所以债务人会受不了 日本政府也会受不了 然后同时现在 就连日本的退休基金 可能都会受不了 因为我前一阵子看到 日本有一些退休基金 因为在殖利曲线控制 微调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已经产生了亏损 因为你过去 其实用很低的利率 去买的日本国债 这些债权人也会受不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当它利率要从很低的负利率 开始要往上调整 这件事情在日本内部 是金融情势的剧烈变动 如果以日本央行 或者日本官僚体系 他们长期保守的性格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不会有大幅度的调整 那个在结构上面不允许他们做到 那既然如此 它跟美国之间的那一个 日本还是负利率 而美国现在的利率 已经高达5.25%到5.5% 这么大的一个利率差 就会使得它的贬值的 这样子的一个态势 是非常难以逆转的 那至于说 那么为什么日本股市这么好 而日本的日元这么弱 道理非常的简单 或者我们应该倒过来说 正是因为日元很弱 所以日本股市非常的好 这一点其实是 日本股市当中很特殊的结构 我们其实会发现 每一个地方的股市 它刺激股市上涨下跌的因素 有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对台湾来说 新台币贬值 我们认为是外资撤退 所以这个时候 对于台湾的股市是不利的 可是在日本就不一样 因为有很多在日本的投资者 他其实是去日本借很便宜的资金 然后在日本投资 所以当日元贬值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汇率损失 可是日元贬值的时候 对于它的出口产业 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所以这个时候 日本股市反而是上涨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最近日本都在公布它的财报 不管是丰田汽车也好 或者是任天堂也好 或者是巴菲特所投资的五大商社也好 你们有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 他们公布的财务的报告 以及财务预测 通通往上调 全部往上调 那你仔细去看里面的结构 那么就它整个的销售的 就单位数来看的话 没有太大的变动 比如说以任天堂 它所卖的这游戏机 1500万台 它其实没有上调 可是它上调营业利益 原因很简单 它的任天堂机器 全世界卖 那卖了给全世界之后 把它换回日元之后 那日元贬值 相对贬值情况之下 就是它可以换回更多的日元 它就在营业利益上面 就可以有很大幅度的 上调的一个空间 所以日元的贬值 对于日本的跨国企业 尤其是做海外生意的 这些出口产业而言 是再好不过的消息 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出口产业 可能会因为新台币贬值 而受惠 但是因为我们这里面牵涉到 投资者其实主要的来源 还是从外面的资金运进来 然后资金再运出去 所以我们有资金流动的压力 跟日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样是贬值 在台湾造成的是 股市下跌的影响 但是在日本造成的是 股市上涨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 影响是不一样的 所以日元贬值 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日本今年的股市上涨 两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 它确实有结构的调整 它对于放宽 日本的企业去买库船股 等等这一些股市上面 资本市场的一些作为 它有许多的 更加的健全 然后更加的刺激 他们走向正常化的一些作为 所以结构上面有调整 但是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日元不断的贬值 对于它的营业利益 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说 问题是这些日元不断的贬值 对于日本的民众 又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最近日本才刚刚公布了 他们最新的 对于日本民众的 实质薪资所做的调查 这个实质薪资是指说 我明目上拿到的钱 然后扣除掉通膨之后 然后我实际上面的 这个实质薪资是成长 还是负成长 就是到底我的薪水 有没有被通膨吃掉了 加薪来不来得及 抵抗得了物价上涨 就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它已经连续18个月 实质薪资是负成长的 18个月 而且这个负成长的幅度 其实还不小 但负成长的最新的调查 9月份大概是负成长2.4% 这也使得日本家庭的支出 其实节一缩时 支出减少了2.4% 所以你说对它的实质生活 有没有影响 其实是有负面的影响 但是现在日本的经济的情况是 一方面出口产业 那么借由低廉的日元 其实在国际上面赚很多的钱 而二方面呢 因为日本变便宜了 虽然说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讲 通膨很严重 连续十几个月 它的通膨率都超过3% 那么在这么高的通膨之下 让他们生活苦不堪言 但是你从观光客的角度来讲 我想台湾很多民众喜欢去日本玩 都很清楚地知道 日本现在真的便宜便宜 很便宜 所以日元贬值这件事情呢 对于日本的企业跟对日本的民众的影响 其实是不一样的影响 那因此我们就要来看 那这个通膨 当你长期来看的话 对民众的伤害这么的大 难道日本政府不想要去变动它吗 尤其是你当初的负利率 你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 你的目标不就是希望能够通膨率 能够达到2% 现在已经连续这么长的时间 通膨率都超过3%了 你为什么还不调整你的货币政策呢 但问题就在我刚刚所提到的 那么这个货币政策 如果大幅度调整天下大乱 怎么个天下大乱法呢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工具 第一个就是负利率 到现在为止闻风不动 仍旧是负利率 但是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它的这一个负利率曲线控制 所谓的负利率曲线控制 就是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所有的债务都是一样 越短期利率越低 越长期利率要越高 我们要给它期限溢价 就这个溢出来的溢 期限溢价 那同样你去存定存也是一样 你存一个月期很少 然后到了一年期可能会高一点点 如果五年期你会更高一点点 这都同样的道理 就是越长时间的定存 它其实得到的利率 应该是要越高 那是要负利曲线控制 那么日本其实从去年底的时候开始 已经微调了它的负利曲线控制 就是从去年底的时候呢 控制十年期公债负利率 不得高于0.25% 那你说这是规定吗 不不不不 这是用日本央行进场调节的方式 来达到这样的结果 就是当你的负利率一直升升升升升升 也就代表有人在抛售债券 然后使得它呢升到0.25的时候 日本央行就会进场 把这些债券买下来 让这个利率低于0.25% 不会再往上调 它从去年底开始呢 把它从0.25%开始往上调到0.5% 然后接着呢 在今年7月的时候呢 再把它调到呢 大约是1%以内 但是呢 它说我们其实是弹性调整 所以市场就一直在测试 你是0.7呢 还是0.8呢 还是0.9呢 那最新的 它所做的这个结果呢 是说我们大概会弹性在1%上下 于是市场就根据这个维条 判断日本央行可能会放手 让10年期公债殖利率 可以上升到1% 甚至于更高一点点 好 光是这个消息 就使得日本的国债殖利率 开始出现了攀升 原本大家还在测试 那个0.8% 现在已经到了0.9%多了 那眼看着就要挑战1% 可是殖利率往上 那就代表的债券被抛售 还代表了一件事情 就代表呢 它的公债的殖利率 获利 跟它现在的 这一些存款之间的利差 差很大 目前它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 大概是0.9%多 可是你知道吗 它们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日本的存款户 它的定存利率是百分之 0.002 两个零好像 好低哦 但因为利差很大 所以现在呢 在日本就包括了 30UFC 还有包括了三井住友 都宣布了就是呢 它们调高它们的定存利率 100倍 听起来100倍很多 其实就是从0.002 上调为百分之 0.2 那你说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上调 你这不是成本增加很多 No 你要想的是 那边的公债殖利率 已经到0.9%了 我这边收0.2 然后我那边去投资0.9 我中间就赚了 0.7个百分点的价差 所以 它就立刻使得 在金融行为上面 已经出现了变化 但是 这个变化 不足以去撼动 日本跟美国 这庞大的利差 这个利差是超过 5个百分点的利差 所以 当日本央行呢 它微调它的殖利率曲线 控制殖利率曲线的政策之后呢 你就发现到说呢 日元曾经一度小幅度的升值 可是很快市场就发现 你这个微调等于是没有调 你对日本国债有点影响 可是基本的利率差距结构 没有太大的调整 这一来就立刻使得日元 扁破了150的关卡 那么在上个礼拜呢 一度因为美元的大幅度的贬值 那使得呢 那么日元呢 又重新升回了150关卡以内 可是在这两天又很快的 那么扁破了150之后呢 就继续朝着151的方向前进 那么我必须说我认为 以日本的政治结构也好 或者他们的官僚体系结构也好 如果说我们仔细去思考 或者你仔细的去做计算 就是说他一旦调整了负利率政策 然后呢放宽了这个利率的资利率曲线控制 然后到完全没有控制的这种情况的话 他一定会出现极大的金融混乱 而且会有许许多多的 内部的一些债务人的困难的问题 以及债权人面对的短期亏损的问题 有这么大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动的情况之下 我不认为日本央行有这样子的决心 或者勇气去面对这样的混乱 所以对日本央行来讲 最好的政策其实就是极为缓步的往前进 然后呢希望等待美国联准会降息 然后来减少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利差 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虽然现在很多人认为 日本货币政策 从今年初就开始有人预测说 今年三月应该就要紧缩货币政策了吧 改变它的货币政策 三月没有 六月没有 九月没有 十月没有 我比如说到明年春天 我都不认为会有 那么要等待未来的情势 你才会去确定它的方向 但我认为短期之内它都不会有 未来半年之内 你都不可能看到它的货币政策 出现大幅度的改变 殖利率曲线为一条 这是有可能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美国的殖利率这么高 而日本的殖利率还低在百分之零点二五百分之零点五的时候 日本央行必须要花很多的钱去把那一些抛售的债券通收回来 日本央行也担心它恐怕没有这么多的这一些资金 同时也会造成它的通膨问题 同时也会造成它的货币贬值 所以它必须要减少它收购的债券的量 所以那这样子就必须要放宽它的殖利率 这是它被迫非做不可的事情 但整体来说 我们就讲一个结论 现在日元的贬值态势 对企业很好 对民众生活不好 现在的日元贬值的态势 在日美利差很难改变结构性改变的情况之下 它很难阻止这个结构性的贬值持续下去 半年之内日本货币政策要有大幅度的调整 我不看好 以上就是跟大家来分析 我对于现在日本的货币这件事情 所做的一些想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天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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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red 感谢观看